201施卷的第一題 液體的沸騰分別 沸騰和蒸發 都是有相同的 它們需要吸潛熱 所以不吸潛熱是不能蒸發的 公式有多少液體蒸發了 M值就是氣化潛熱 我們先看看溫習 它有什麼不同之處呢 蒸發和氣化分別 在教科書的80頁 蒸發可以在任何溫度發生 但沸騰只是在特定的沸點發生 蒸發只會在表面 而沸騰就會在任何地方 蒸發會發生沒有氣泡 其實是來自吸環境 而沸騰是有固定的熱源給它 這幾句的時候 我們再看看發冷卻效應的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身體濕了的話 它會容易涼 涉及水在皮膚吸熱 吸的熱就會使用這條公式 而皮膚因為失去熱能而降溫 所以皮膚因為失去熱能 這就是氣化了水的質量 這就是皮膚的質量 因為失去熱而降溫 我們看看這三句的例子 第一句 在沸騰的時候要吸熱蒸發 這句是錯的 第二句 沸騰在特定溫度發生 而蒸發只是在室溫 這句是對的 然後就是 沸騰只會在特定溫度發生 而蒸發是高於 這也是錯的 在室溫以下都會發生 任何溫度都會發生 而沸騰在整個液體裡發生 而蒸發只會在表面發生 這也是對的 所以只有第三句是對的 我們講一講 蒸發在一個液體裡 是會帶來冷卻效應的 我們去看教科書的82頁 就講到 當一個液體 在任何的液體都會蒸發 我們就說 其實蒸發的話 其實就是 比較動能的粒子 離開了液體表面 剩下一些比較低能量的粒子 就情況很像一個國家 有錢的人 如果走了的話 平均國民的財富就會低了 所以高能量的粒子走了 整體下面的動能就會少了 所以下面剩下的液體就會降溫 所以有蒸發效果 或者一杯熱咖啡 在裡面發生蒸發的時候 裡面的液體就會發生 溫度效下降